在我死之前 我要把那些人全部講出來啊 我不能這樣死啊 不明不白啊 經過了十多年前 總統陳水扁女兒陳信宇 這幾句話 仍沒有被社會大眾忘記 自身媒體人周壽康 訪問陳水扁 再度提出疑問 信宇啦 陳信宇 他曾經說 民進黨沒有人 沒有拿過我爸爸的錢 誰敢說他沒有拿 阿扁的錢 這是很現實的問題嘛 選舉要錢啦 民進黨沒有黨產 沒有拿的 是要出現這個惡魔 陳水扁話名說破 但是當年陳信宇 一一點名綠營大咖 其中一個就是行政院長蘇貞昌 他到底院長有沒有跟他 有金錢上的往來過 我們已經有發言人說明了 蘇貞昌不多說 但表情尷尬 行政院發言人丁怡明則表示 蘇貞昌從未向陳水扁 拿錢選舉 陳信宇也沒有證據 他沒拿到錢嗎 謝陽廷沒拿到錢嗎 陳菊在高雄沒拿到錢嗎 我覺得阿扁他是會紀錄的人 不是蘇貞昌說了算 這個因素或是扯進來阿扁 恐怕會永無靈日 民進黨的家務是 隨著陳水貶義當年 這一度浮出水面 誰拿阿扁錢目前還是 一樁懸案